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次将以游戏的形式登上PSP 要让玩家可以在无限的时间固圈中 逐步迈向最终的完美未来 画面分为一般对话时的2D图像 以及魔女结界中的3D迷宫场景 角色图像部分与对话字体都略有句齿边 整体画面感觉并不够精细 路人的角色图像也都重复使用 而数年前以及数年后的角色衣装和长相完全没有变化 也是让人感觉不够用心 魔女结界以及敌人都相当具有特色 迷宫场景的设计诡异中又带有独特的创意 民方的3D无组制作的相当的用心 动作丰富多变加上特殊的造型设计 让人在探索的时候多了一点欣赏以及期待的心情 魔女结界中则是有着鬼绝气氛的乐曲 melod星内的乐曲会依照情境而有极大的变化 辅室队话的时候会使用钢琴演奏的优养血布 在魔女結界中則是有著詭譎氣氛的樂曲 其風雖然變化劇烈 但是搭配場景以及對話卻極微協調 充分地表達出了當下的意境 對話則是全語音 語音量非常的龐大 角色的語氣轉折表現也都非常的亮眼 離開探索的時候也會有語音穿插其中 喜歡原作動畫的玩家 肯定不會對本作的配音失望 在這裡的方向呢? 對 那各位 請跟阿KEMI 仲良好 本作單為對話模式以及迷宮採索模式兩種 在對話模式下你需要按下全納就可以進行 但是限制一定要破完一輪故事之後才能使用スティック鍵 特別是第一輪故事大多都是與動畫劇情重複 沒有辦法自由快轉到想要觀想的劇情讓人感到厭煩 遊戲前期不時的會有說明提示 但是卻有著BUG 同一張說明提示會重複跳出兩到三遍 而原本會出現的第二張或第三張只能到圖鑑裡面閱讀 進入魔女結界以及切換樓層的讀取也只會耗時 即使安裝之後也需要10秒以上的讀取 戰鬥是回合制但是整體的節奏偏慢 敵方的動作遲鈍 攻擊大約也需要5秒鐘 如果只有一兩隻還可以忍受 但是當數量一多就會讓人感到不耐煩了 兩人出發了嗎? 但是在學校內就能夠簡直呼籲出 但是在學校內就能夠簡直呼籲出 遊戲劇情是以動畫設定為基礎 在家裡建構出龐大的平行世界故事 這個角色的個性表現比起動畫版更加細膩 龐之劇情也增加了不少 讓玩家能夠更深刻的體會到角色的互動以及心情的變化 也補足了動畫版未曾說明的部分 但由於對話都是文字 角色的圖像只有表情跟纖維的支持動作變化 如果是不懂日文的玩家 恐怕沒有辦法了解劇情 過場使用大量的動畫截圖 開頭以及變身的動畫 也都完全截至於動畫的原作 幸虧的部分極少 讓人感到有點失望 本作除了每位少女都有各自為主的劇情之外 還能夠利用因果值以及感情值的升降 來達成多重路線的觸發條件 而除了劇情必要的選項之外 一般對話中也可以利用CV按鈕來嘗試觸發選項 王者劇情量來說相當的龐大 遊戲也有感情能源回收系統 回收後的感情能源能夠購買少女們的魔法 以及劇情回顧等要素 不過由於遊戲本身以文字劇情為主 戰鬥節奏又偏慢 如果對劇情以及完美結局沒有強烈執著的玩家 恐怕容易半途而廢 喜歡魔法少女小原動畫的玩家 本作相當值得一玩 戰鬥部分雖然很催眠 可是魔女姊姊的氣氛引發的非常不錯 又能夠親手操縱魔法少女 大量的劇情也會讓小原民人大呼過癮 但是如果對於原作沒有接觸 或是接觸後沒有特別喜愛 以及不懂日文的玩家 恐怕就是要再考慮考慮囉 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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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峻 可惡